我 我的天呀 不会昨晚你这么对我的吧 这个男人总是让我虚惊异常 但昨晚的这一夜 却是我这一个月 睡得最安稳的一晚 是那么的香甜 这是为什么 我怎么睡这 是 我们俩昨晚 你别想多了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所以就是睡在这儿 怎么感觉都是我身边啊 这个女人总是让我心神不定 昨晚这一夜 我似乎在做梦呢 可是为什么现在我脸上 会有她发丝的气味 我一大早上排队 生煎包 鸡蛋 还有豆浆 都是你喜欢吃的 趁热吃啊 谢谢李先生 李先生 你俩同居 我 你俩 你俩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我宝贝逃避 帮我一条生路 我 我宝贝 我宝贝 你怎么说的呀 杰森是我亲兄弟 你放心好了 保密 你呢 好说歹说的 终于不八卦了 好的也算是我亲姐妹吧 你 凑合吧 你只能选一个 什么 只能选一个 怎么可能只选一个 那我 一个 我 我 我大肆宣传了啊 不不不 叫两个 不 全部 不 不过 没什么可说的嘛 对吧 我们本来也没什么 对 本来都是假的 刘总 开始了 今天是姜总出差之前 我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呢 我们主要的是根据 我们公司的重点项目 物流分解项目 我们将A1小组 分别汇报的 两个方案的情况 我们来进行 汇总和整合一下 来进行最后的敲定 下个月 正好我们参加 录业 两位组长 必然在同一个项目 还要团结一心 这样才能顺利地推进 我们 选择的是最合适的方案 没有高下之分 所以 希望二位理解 姜总 首先我说 我非常尊重佟总工 但是 就我们公司目前的状况 我觉着 应该采用我的方案 物流系统的第一特质是什么 稳定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快件 它十二个小时送达 但是丢件率在百分之五十 另一个快件 二十四小时送达 但是使命必达 我想请问 各位怎么选 我的Kiva系统 它的特点就是稳定 微脑机器人 同比较同类产品 性能提高了百分之十五 这已经非常具有吸引力 而 同总工的Tino 兼容性 稳定性 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成本 却是我微脑的一点五倍 所以我觉得Tino风险太大 收益不明 不建议采用 我认为理工啊 说得很好 稳忠求胜 是我们之东科技啊 一向的方针 同工程师 你有什么想要表述的吗 同工程师 同工程师 童宇 你干吗呢 大家觉得刚才是我的行为 更加地吸引人 还是说理工刚才 巴拉巴拉说了 很多见解 更吸引你们的注意力 当然是你的 刚现在我也不知道 你想干吗 谢老板 我成功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那是因为我站在台前 站在你们饰演的第一线 这是第一线的力量 而刚才我站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说话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这是未知的力量 第一线未知 二九合二为一 将是无可比拟的 Tino机器人 正是如此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物流大国 我们难道还要尊崇别人制定的体制吗 Tino机器人系统 就是为我国物流机器人体系制定的 空间利润率高 时事周期短 而和现有的仓储的适配率非常地高 完全符合我国大中小型所有的物流产业 彤总工 我不得不提醒你 你现在的实验成功率不足百分之五十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那是因为Tino运算力非常之高 我还需要时间 而且我同意接受不了中庸的设计 难道说我们制动科技为了保稳定 就永远要苟活在二线吗 你还需要多少时间 老板您应该知道我的风格 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 在发布会录演之前 我一定会拿出一个结果 我总觉得佟总工的方案虽然精彩 但有些冒险啊 施总 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时间还是很充足的 半个月之后 才是我们亚洲科技大会召开的日子 也是我们正式录演的时间 那如果同工程师的方案 没有办法落地的话 我们就可以采用理得工程师的方案 不过 在这之前我说实话啊 我对这个一线 未知的设计充满了期待 所以 我觉得暂时可以不决定 和我想的一样 那就这么定了 威脑和提诺 从今天开始 一并存在 下个月的录演 两者 会有一位 站在前台 同工程师 理工程师 加油啊 自己人就是自己人 没别的事 没别的事 那就散会吧 对不起啊 老板 我想再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可能最近公司里边 有我跟徐总的很多风言风语 其实本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死事 就不想耽误大家的面去说了 但是现在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 确实因为这个事情分了很多心 影响工作是不可以的 那我跟徐总呢 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坦诚的人 我觉得有什么事可以实话实说 我和徐总 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和徐总 你开门 我说你发誓真不拿嘴当外人啊 这怎么了 你俩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开门 说说吧 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你就老老实实说 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 情况是否机灵 我就跟你们说吧 这故事其实是这样 江大凯呢 现在想追求许多 展开了疯狂的攻势 许多需要一个挡箭牌 就选上了我 托儿 没搞清楚啊 那个 你去帮那个女魔头 而且那个江胖子还要追那个女魔头 什么情况 这林大师什么鸟都有啊 我跟你说 本来这忙我不想帮的呀 但是我偷偷在公司里边做实验这事 被许多发现了 他拿这事来威胁我 你看到没 我赢了 给钱 给什么钱呢 这没有假期真做吗 我都说了 你三 投不可能那么快投降的 给钱 少费花一百块 你三个还拿我打赌是吗 不是 我怎么就这么不信 你没有假期真做呢 我这钱花点冤呢 郭老师 你那么一直看着我干吗呢 真的 我们俩签了一个一个月的协议啊 一个月之后自动分手 一个月之后怎么着 在假装分手啊 你俩这个 我跟着胡闹了吧 那个 我就想问问头 你跟那个女魔头 这个假戏真做 假扮情侣这种感觉怎么样 我跟你说 我跟许多我们俩 能做上个普通朋友 就已经算很好了 你连现在是普通朋友对不对 你伴着伴着就变成好朋友 再伴着伴着就变成了 砰砰砰砰的朋友 还是一感情 我过来砰砰砰砰砰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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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赢了啊 小飞 转账 一百块 什么转账 没劲 没劲 走啊 你别走 没劲啊 你先转给我 滚吧 不是 转给我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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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俩真没事吧 怎么着 留下来单独审我啊 其实我挺高兴的 真的 你说你俩原来 现在能成为朋友 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行了 行了 你早点休息 我走了 还是你懂我啊 拜拜 拜拜 这个童现在可是有女朋友的人了呢 别这么大声 这是童的隐私 隐私听到没 在我月大法国面前不存在的 你也给我老实交代 院子真好啊 这些天啊 我今儿啊 你觉得 我既高兴又悲伤 你高兴悲伤什么劲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高兴是因为童宇 他有开心的事 他开心我就开心啊 那悲伤是因为你谈恋爱了 我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南京西路第一帅李杰森 我不应该谈恋爱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谈恋爱了就没人陪我玩了 得了吧你 你都结婚了 还要我陪你干吗 我都结婚了 我倒还记得 看看 这么大一个房子 除了我之外有谁啊 还有一个摄像头 那个是我老婆 你好 你好 看这里 别挑衅了 你到时候把人惹急了 你担得起吗 什么担不起的 反正那一周多没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呢 行了 别说我了 说我你吧 看看你这个满脸春光乍显 你跟子倩到了什么环节了 甭提了 这爱情的大门啊 我脚趾头都没进去 子倩特别奇怪 送了我一本射雕英雄传 让我去看 啥意思 射雕英雄传 你说 送我一本言情小说 我还能明白意思 这武侠小说 这是一段时间没见你 你看来你的智商下降了呀 这点都不懂 什 什 什么意思 射雕英雄传 我还真没想到呢 这个岳子倩说还挺隐喻的 她的意思就是说 希望你就像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英雄一样 可以弯弓射大雕 弯弓射大雕 怎么射啊 还希望你这个青涩小男友 可以放下包袱勇往直前 弯弓射大雕 彻底搞定她这个小辣椒 亲姐还有这意思呢 明白了 明白了 来 这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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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早视频 你是不是想我了 现在几点钟 现在是北京时间 早上七点 巴黎时间 满分十二点 那我应该要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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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回来了 刘盛楠 你欺负人 刘盛楠 你欺负人 刘盛楠 你啥时候能回来 你回来老婆 老婆 你回来呀 老婆回来呀 老婆 嫂子 看看监控吧 刘盛楠 你太欺负人了 刘盛楠 我很想去个老婆 是在家的老婆 不是想去个人 老郑 马上给我订明天早上 最早的飞机 我要回去 不欢迎我 不欢迎你 我当然要欢迎你 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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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别人 灵魂 不喜 我 干吗 干吗 今儿猪三啊 你懂的呀 晚上替我个弯 你留下来陪老大 我出去办点事 你又干吗去啊 我这别问了 回头请你吃饭不就行了吗 这 这 把这个 你听我的 把这先处理吧 你这一趟 三十趟 得才给我 好 想理啊 你怎么不溃 你许多 我这很想要 你许多 我又有了 你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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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了 你没有看他办公室的灯都已经灭了吗 电梯来了 电梯来了 起吧 走 下班后来坐会儿呗 还有 这几天不要再搞自动驾驶的实验了 我看李德有点不对劲 太美了 不行不行不行 好 加班结束后来餐吧找我 有事儿和你说 这么着急找我过来怎么了 其实也没什么 我就是不想一个人呆着 想找个人说说话 聊聊天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今天 我和外科医生 抢救了一个男患者 他伤得很重 我们一起抢救了他六个小时 最后终于救回来了 当他妻子跑过来感谢我们的时候 哭得像个泪人一样 那一瞬间 那一瞬间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我在想 人活着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 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吗 对啊 对啊 放心吧 我没事儿了 就是刚在一时之间 没有从那个情绪里做出来 谢谢你敢过来陪我 我们是朋友 我们只是朋友吗 我刚才从外边路过 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这儿 进来打个招呼 你是在等人吗 没有等人 那就好 你真的没事儿吗 我有事儿 你出去吧 行 那你忙吧 回来 我跟你开玩笑呢 蓝数本 你过来坐会儿 又没什么事儿 你说什么我从来都是当真的呀 蓝数本 你还真是越来越呆了 你最近看什么书呢 最近除了一些专业方面的 还读了刘振云的一句鼎一万句 好看吗 其实他讲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心的眼睛 不外乎就是两个人是否能够聊得来 其中有一个片段我记得特别清楚 书中提到了论语 此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如果有朋友从远道来看望你 你高兴吗 我当然高兴 可是这个书里 也给了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不高兴 说明你身边 没有能够真正聊得来的朋友 我有啊 我有你 我还有子倩呢 你很关心我 也很了解我 其实你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应该算知己吧 那你知道我是怎么想你的吗 你是怎么想我的 我觉得你这个人 有才华 却不显露 幽默风趣 也不平嘴 是一个 很招人喜欢的男人 不平嘴 可你知道有一个人说 没有女儿会喜欢我 怎么会 那你说说 什么是喜欢 喜欢可能是一种感觉 心动的感觉 我理解的 喜欢一个人 就是想跟他在一起 一起聊天 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影过周末 和他一起共度 所有难过的日子 和快乐的时光 你刚才的表情告诉我 你享受过那样的时光 和谁啊 我一个朋友 那希望 你想起我的时候 也会出现那样的微笑 好 现在你有事 那你就忙吧 不打扰你了 不好意思 或者公司还有事 没有处理完 赶紧好好休息 不用接啊 不用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下班的时候我总不谈工作 今天遇到你 真的挺高兴的 咱俩也好久没有之后聊过谈 确实 接吧 万一找你有什么急事呢 喂 干什么 我要睡觉了 再见 你俩没什么事吧 没事啊 怎么了 随便问问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你就跟我说 知道了 走吧 喂 你今天早上怎么没等过呀 我有事先走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有义务什么事情 都向你汇报了吗 你是什么事情 都向我汇报了吗 还有事吗 闹毛了 不 你又要干吗 好的 蒋总 我马上联系啊 我问你 童雨这个月 在下班后 私自带团队在实验室研发自动驾驶的事 你知道吗 我知道 笛子 你这样做让我很失望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蒋总 其实 其实这件事情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你 最近不是一直在跟IC投资集团 进行战略合作的谈判吗 我听说他们对自动驾驶这一块 特别感兴趣 他们还和思源基金一起谈判过要联手投资自动驾驶的项目 所以我就擅作主张 我想让童雨在谈判之前拿出我们自己的自动驾驶的项目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啊 江总 你先别着急啊 第一 因为公司已经决定暂停自动驾驶项目 我觉得这件事情 无论怎么样说都不能放到桌面上谈 第二呢 我是想这件事情真正确定下来 有了进展之后我再向您汇报的 所以这件事情我负全责 你的消息准确吗 应该很准确 因为我和思源基金的陈子叶陈总 我们俩是朋友 是他跟我说的 思源基金的陈总 这样吧 把你有空回来 再租个区 那真实实 好 没问题 我女朋友可真机智了 这么勇敢地给我当起了 你说我怎么办 上了贼船支离同罪 我劝你赶紧把手上的自动驾驶项目停掉 好好干好你的本职工作 你说是谁把这事跟江大改说的 我昨天看到李德 我觉得他很奇怪 一直在问你 最说你怀疑是他 除了他 我也想不出来什么其他的人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要告诉你我找得着你吗 昨晚这事非常抱歉 我本来做实验 但是后来突然间有事要出去 但后来我去找你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我接了 工作的事明天再说 挂了 你这叫接 你好歹听我说两句话呀 冬雨先生 我跟你公事公办 你说我不好好说话 我跟你好好说话 我也找不到你人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我又不是你自己设计的机器人 会安装一个高级的处理器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你不想说的时候我也找不到你 我告诉你我做不到 这小字真厉害 这什么都能接着 到现在跟你解释你听吗 好你跟我解释吧 我听着 不用了 超过三秒不是欺骗就是撒谎 我的名言只是点啊各位 话重点记一记 咱俩是一定要这么聊天吗 我钟情吃得好 只是就过去了 行不 你以为我是有一顿饭就能收卖吗 来 我们把这儿录一下啊 这 完美 总算大公告成了 你就拿全都录进去了 干得漂亮 真不容易啊 你看 那么多天 不过现在也不能松懈啊 对市场温习着 有些知识点确实挺生僻的 知道了 我的郭大组长 大家要不休息一下 我请你们喝咖啡 好吧 我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我再把题库检查一遍 要确保万无一失 你们看 你们看 郭老师就是这样啊 又认真又严谨 多学着点 听到没有 那你就不要去了 休息一下 我们去买咖啡 走 来 你们买咖啡 谢谢崔老师 谢谢崔老师的咖啡 我下午还有课 得先走了啊 走了 拜拜 觉得吧 您最近不太对劲 这竞赛准备得挺顺利的 你怎么还这么赶上啊 哪有 是不是因为郭老师 别拿我开玩笑了好吗 我拿你当老师爷当姐姐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当然知道 说实话 我到现在都摸不准她到底怎么想的 有的时候吧 我觉得她心里可能是在意我的 你看我们工作起来那么的默契是不是 嗯 可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 我好像从来没有走进过她的心 她就像一团烟 虚无缥缈 若挤若离 我们尽管在一起上班啊 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抓住过她 听你这么说 我也是准备要放弃了吧 我也没有什么感情经验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做得合不合适 隋老师 嗯 看看这周围 就有没有发现什么规矩 现在的小儿子那么开放啊 可这也就是爱情啊 要我说 你追顾老师的方式也太含蓄了 送汤 送饭 送书 你以为你是父母年代的爱情吗 要我说 就得换个方式更是接近的 可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啊 如果是你 喜欢的一个人 你可怎么做 要是我呀 就俩字 主动啊 主动 嗯 你没听过一句话 女追男格层杀 我要是你就直接表白 她要是接受了 你俩就是天早地舍的一度 她要是拒绝你 你也不会坐在这里赶伤了 所以不想放弃的话 换个方式 继续追男 靠不靠谱啊 试试呗 试试呗 喂 主任 好 我马上过来 陈老师 陈老师 郭老师 去找我有事吗 孙准叫我过去一趟 一会儿我们回来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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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陈老师 陈老师 干吗呢 这笔掉了呢 你看 你的东西怎么老是跑到郭老师这儿啊 宋老师 不是 不对啊 这个点你怎么 不是在上课吗 跟你一样 丢三落四的卷子忘拿了 那个 孙主任找我还有点事呢 我先走了啊 陈老师 郭老师 刚才找我什么事啊 我 没事 没事 好 好好好 陈老师 进来 郭老师 我正好给你发微信叫你过来了 这文件夹里 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一些补充材料 比赛的时候你肯定能用得上 如果你再发现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你就告诉我 再给你补 好 谢谢郭老师 哈喽 宝宝们 下午好 有没有想过 今天 薄莉莉师姐要给 不吃不吃 要给大家 回来了啊你 嗯 讲述一段不为人知的野史 你们知道这古广近来 中国的百位帝王 哪一位 什么吃 是没有 对自家里 只取义 这是真正的交易帝吗 这谁给珍珍的资料啊 分得这么细 我猜 是有爱心满满的人凶帮你弄的吧 哪有什么爱心满满的人凶啊 你要喜欢 你拿去帮我队啊 天哪 天哪 也有曼草零碌嚷嚷 有美艺人婉如青娘 邂逅相遇与子携手 细雨威风之舞新生 福西 这是谁写的请书啊 郭崇老师 这郭崇老师写给艾迪的请书 别闹了 什么请书啊 宝宝们 这是我们宿舍的艾迪 我们学校的郭崇老师 在追我们宿舍的艾迪 我们学校的历史大咖 郭崇老师给艾迪写的请书 老师追学生 太帅了 宝宝们 666刷起来 拜拜 拜拜 谢谢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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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错了 你冷脚 汪老师 丢丢丢丢 丢丢丢 汪老师 我占你啊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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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郭老师你给你 太帅了 邱老师 郭老师 主任 是我的错 我给学校和学生事件 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一定会处理好它 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崔老师我已经说过了 这件事情就在这儿结束了行吗 你怎么不开灯了 我有一种不祥的语言 你等了我一晚上啊 到底去干吗了 能不能跟我说实话 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实际上我想问你一下 你把我当了什么呀 对不起啊 出发